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3月17日 今天有四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要討論 就是內地支援香港的醫護人員 第二批300人終於成功抵達香港 而當中他們的領軍人物德叔 亦是今集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個無名英雄 曾經出征超過11次去不同地方 去對付新冠病毒 而今次來到香港更是第12次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第二件事也是關於內地醫護事件 但要討論香港記者 在昨天記者會上 竟然有LOW TV的記者問政府官員 假如要投訴內地醫護人員有甚麼渠道 這件事引發了不少網民爭議 亦有很多人罵爆這名記者 為何現在我們香港抗疫的情況下 你依然還要問如何投訴記者 香港人是否真的喜歡投訴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另外第三件事要和大家討論的 就是抗疫的史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香港有抗疫的史這件事 如果曾經試過確診的朋友 有機會試過叫抗疫的史 但原來抗疫的史 首一批400人入面 當中有30人已經感染了新冠病毒 亦是無法開工 抗疫的史的數量減少的情況下 接下來有甚麼辦法 亦有些人罵這些的士司機 他們罵的內容又是甚麼 他們是否真的有道理去罵他們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另外第四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政府早前宣布 說香港將會有一次全民的強檢 但一直以來日期的方案都未落實 而近日在網上流傳了一份 是關於香港政府未來全民檢測的消息 到底這個消息是真的還是假的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插的陷阱 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便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的又是一個喜訊 在我們疫情最艱難的時間下 我們的國家又再次被支援我們 第二批支援香港的醫護人員 在今天成功到達 如果大家有看我昨天的影片便知道 前天第一批的醫護人員75人已抵達香港 而到今天亦有300個醫護人員成功抵達香港 他們在昨天經過連堂口岸入境 來到我們香港 而當中國家衛健委的副主任雷凱潮 都去到連堂口岸為這些醫護人員送狠 而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 不知道是否因為早前被冤枉她 說她自己沒有份接這些醫護人員 又沒有份接我們的專家 所以這次林鄭也很高調地迎接這300名醫護人員 而這300名醫護人員將會協助我們的方艙醫院 和阿博館等地方 照顧一些病患人士 但這次想說除了有300名醫護人員來到香港外 當中他們的領軍人物是一個傳奇故事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的領軍人物是人稱德叔的一個張宗德的人 可能大家未聽過他的名字 其實德叔是廣州中醫藥大學的副校長 同時也是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 他就是今次的醫療團隊入面率領醫療團隊的領軍人物 而今次也是人生中第十二次出征去不同地方 擊退新冠病毒 過往德叔曾經遲緩過我們全國9個省份10個城市 合共出征11次超過266天的出征時間 也就是說德叔在去年的一整年時間 差不多只有100天留在他自己的家或廣州 事實上他亦去過不少地方 好像早前廣西或當初爆發新冠疫情最初通報的地點 武漢 當時德叔亦上了前線 其實大家不知道 19年前德叔亦在內地是抗疫抗SARS的英雄醫生 他當時對抗SARS的時候不顧一切 勇往直前一心對抗SARS 但他當時不幸受到感染 而他感染時一度呼吸衰竭 亦曾經為自己寫遺書 幸好他在後來沒有大愛 但在2020年開始 即是2020年的隨即夜 新冠肺炎在武漢被發現 然後開始爆發 德叔亦義無反顧地出征 去到武漢支援抗疫的一線 他在那裡奮戰了超過73天 在出征武漢前 德叔亦曾經因為這是一個新的變種病毒 一個新的史上全地球沒有人認識的病毒 所以他為了他自己團隊的安全問題 亦是輾轉反則難以入睡 而在出征前 他當時是非常擔心 會否令到很多人有家人 因為要陪他出征 所以就失去了生命 但最終他們也是勇往直前 成功擊退武漢當時的疫情 而在今次出征香港之前 其實德叔沒有以前那麼擔心 他的笑容亦多了 他表示自己因為曾經在全國各地出征超過十次 即是加上今次已經第十二次 他說今次的出征非常有底氣 是對於幫助香港控制疫情有信心 而德叔這份人亦是一個無名英雄 德叔長期揹著一個斜揹袋 就是一個灰黑色的斜揹袋 這個斜揹袋為何德叔會揹著它 原來亦亦有段估計 就是因為他在出征過往這十一次 包含這次第十二次抗疫疫情 這個斜揹袋由始至終都陪伴著他 亦沒有把這個斜揹袋遺留在其他地方 而這個斜揹袋對他來說 亦是一個滬身符和一個幸運的眷顧 所以這次德叔亦同樣揹著這個斜揹袋 希望可以盡快幫我們香港解決疫情 亦希望幸運可以眷顧我們香港 而德叔作為一個無名英雄 在內地有不少人都已經認識這名德叔 而德叔的微博有很多人關注他 甚至有很多人去了解 希望找到德叔 然後為他點讚 給他一個深深距等等 但德叔由始至終並不在乎個人名利 德叔上一次在朋友圈的動態更新 已經停留在2019年 而德叔這些無名英雄 一心打算抗疫 不追求個人名利 在整個逆戰中 他是真真正正守護著我們國家 守護著我們香港最前線的無名英雄 為何我會說出這個故事 就是希望大家都認識這名無名英雄 雖然他不貪求個人名利 但我們香港人應該要知恩徒報 誰曾經幫過我們 誰曾經害過我們 我們一定要清楚 我們一定要知道 在未來的日子 如果大家和其他人分享這些故事 都可以告訴他們 我們在香港面臨最艱難的時候 患難見真情到底是誰在幫助我們 好了 說到患難見真情 真的要討論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也是關於300名醫護來到香港的這件事 昨天我們的醫護人員成功到達香港 但LOW TV的記者不知是否因為對此 覺得有點擔憂 還是不滿意 在昨天政府所舉辦的記者會上 LOW TV的記者竟然開口問 就是假如要投訴內地的醫護人員的話 我們現行的渠道上可以怎樣去投訴他 而聽到這個問題之後 相信全世界都很驚訝 當中包括在記者會上 醫管局和衛生防護中心的總監徐樂堅 當時徐樂堅總監表示 市民應該要關注一個感謝內地醫護的心 說未必有何需要投訴渠道 我想在這個時候 市民在不同情況下接受治療是最為重要 而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也重申說 市民應該要感謝由內地援港的醫護 他說你想想 如果突然叫你去一個地方做事 你有你家人 你也要離開家人去照顧我們香港的市民 我想感謝是我們必須懷著的心 這兩名官員的回答非常正確 亦都教識我們香港人 甚至教那位記者如何去做人 可能有些黃人他們不滿意一句 就是喝水思願 我記得2019年很多人問那些黃人 你們經常說要香港獨立 又說自己海水化淡 但你每天在喝東江水 你每天在吃內地來香港的食品 蔬菜 家禽 到底你懂不懂喝水思源 當時2019年經常聽到這些說話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幾年 這一兩年 有一群攬炒派被拘捕 近一兩年少聽了這些說話 但今天我們又再聽這個記者說 他竟然關注到如果有醫療失誤的時候 內地醫護人員的投訴方法有些甚麼 我想說現時香港的疫情已經非常嚴峻 而且亦是非常混亂 相信不少市民對於自己已經確診 快速確診 或是你自己有家人確診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樣做 過往如果你是確診 可以只有一個方法知道 就是你去到檢測中心 驗完之後你確診 或是遺風強檢的時候你驗完之後確診 然後自然會有人聯絡你 但在現在每天新增幾萬宗 甚至林鄭今天公佈說追溯原來3月3日 有7萬多人確診的時候 我們根本香港不夠人手去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為何還有人在想 假如有混亂有失當 就要向投訴 香港是否真的變成一個投訴之刀 內地的醫護人員來到香港 為我們的幫助我們解決疫情 他們冒著的是種種風險 當中包括感染的風險 大吉利是說 甚至死亡的風險 而他們亦都要離鄉別井 離開他們的家人 走過來支援香港 甚至內地有多個城市 包括深圳的半封城狀態 東莞封城狀態 他們依然緊守他們的崗位 按照他們領導的指示 要遲緩香港來到香港 解決我們香港疫情的問題 為何我們不可以釋出善意 我舉個例子 假如你作為375名來香港的醫護人員 其中之一 而你來到香港後 你聽到的第一句說話是跟你說 假如你們做錯事 我會投訴你的 給你自己的號碼 名字出來 我到時會投訴你的 如果你是這些醫護人員 你聽完後 心會不會舒服呢 在現在疫情的情況下 我們香港需要的就是百方支援 需要的是市民團結一致 而不是每個人就在這裏執著 到底醫護人員做錯了些甚麼 速遞員在屋院下吃飯 他做錯了些甚麼 前線的抗疫人員 太少了一個檢測包 他做錯了些甚麼 前線的社區工作者 他們上門送物資給你 送一兩個小時 他們做錯了些甚麼 現在香港不應該是這樣 我們作為香港人 我們更加要表現出 我們自己本身要有的大方 我們要有的善心和愛心 甚至我們現在是有難 我們要求助於人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用這些惡言惡語 去對待一些真心希望為我們好的人 這正正就是這幾年 過去這十年來 香港一直出現的問題 老實說 我相信這個記者問得這個問題 他最主要是不相信內地的醫護人員 其實在昨日的記者會中 在尾聲的時候 AM730的記者也追問過 醫管局怎樣令市民對內地的醫護有信心 其實這句話中 我聽得出的不是一條問題 而是一個記者或甚至代表著 這個AM730的讀者 是否就是有傲慢 偏見和自大呢 是否就等於香港就一定是高人一等呢 我相信有不少上了年紀的朋友 有機會有這個想法 特別是一些80後的朋友 有機會有這個想法 因為他們身處 出身 年青的時代 的確香港多方面的水平都是高於我們的國內 包括經濟 包括無論是人民幣對港幣 包括醫療 包括學術 包括人民質素 但通通全部在00年後已經大幅改善 甚至在2010年後 我們的國家多數城市都已經超越了香港 甚至我們看看深圳 上海 北京 這些城市 廣州等等 其實他們的人民已經舒服生活得更開心 而這些問題我看到的偏見 傲慢 自大 是源自於這些問題 為什麼他們會內心地覺得 內地的醫護人員不夠香港的醫護人員好 所以要醫管局給信心呢 是否等於假如現在世衛來到香港 說要救香港的疫情 然後你去問醫管局 醫管局怎樣令香港市民有信心 哪怕他們說美國 意大利 法國 英國 德國 就算這五個國家 加多五萬聯盟來到香港 說醫護幫香港抗疫 我不覺得有信心 反而內地的醫護人員來到香港 我是有信心 正如我剛才和大家說 德叔曾經在內地出征11次 9個省份10個城市 去對抗新冠疫情 我們國家在過去這一年 成功清零 為何近日會爆發新冠病毒的情況 大部份都是源自於香港輸入到國內的情況 然後洩露出來 我們香港現在成為了 我們國家抗疫的一個漏洞 一個洞 現在就要保持它 填補它 而不應該針對中文 英文 溝通行不行 然後他們的廣州話和香港的廣東話是不同 然後又針對他們有沒有信心 這些全部都是bullshit 全部都是在侮辱我們香港人 甚至這名記者 他在記者會上竟然提出這些問題 應該要想想到底他的質素是怎樣 我知道網上已經有人發起了要譴責這名記者的行動 我看看會不會找到相關的資訊 都放在下面的描述欄給大家看一看 我認為投訴他也沒有口非 好了 說完這件事 想說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都關我們疫情事 今天講疫情會比較多 就講關於抗疫的士 不知道如果曾經試過確診的朋友 有機會會試過叫抗疫的士 早前政府宣布有400架抗疫的士 可以讓大家預約 接大家由家裏到診所 但抗疫的士中間是不會去其他地方 假如你是確診人士 你叫抗疫的士 你不可以由A家裏到B家裏 你只可以指定來回 例如你住的地方去到診所 診所回到你那裏 不可以叫抗疫的士去遊樂場 又去海洋公園 又去迪士尼 但在當時推出抗疫的士 亦是坊間有不少人有意見 雖然我不明白這些人的意見背後邏輯 但稍後我也會說一說 因為稍後的事情也有人提及這件事 我先說抗疫的士運行了大約一個月左右 在整個社會上他們的確幫忙幫了很多 400架抗疫的士當中 截至今天為止有30名司機染疫 差不多一成大約8至9%左右 這個數字不高 而他們的確診是否因為他們開的士車的確診者而導致 未必的 因為始終風險未至於這麼高 因為政府有一系列的措施 當中一定要開槍、穿上全套的保護裝備 全車要做清楚消毒 這亦是保障的士司機 而眼見我們的確診人數 每天都是以慢去計 其實這些抗疫的士400架是不足夠的 而據我所知 將會新增多500架抗疫的士 協助政府和確診的人士 可以盡快送到指定的診所 而這500名抗疫的士 這500架已經找齊人了 將會安排給消防署調動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 如果消防署或政府要送人到隔離中心 其實要出動到那些16座或數十座的大巴 而這些平均來說 我覺得比較浪費 16座或甚至60座 你只是一個人 那輛車又大駕 走得更慢 而且又啞訂 所以接下來抗疫的士500架 有座消防署盡快把確診人士送入院 而有些人一看到這個新聞 又不知為何 仇恨社會的值比較高 又提出一件事 就說現在疫情這麼差 經濟 每個的士司機都沒有飯開 當然是找政府這些錢 做這些抗疫的士 說到底又是為了份量為了錢 首先 我只是想對這些人說一句話 一句 不適合你來做 即是很簡單 你覺得這些的士司機去做抗疫的士 為錢也好 為甚麼也好 不適合你看不順眼的你來做 為何我會這樣抵氣說這些話 因為這些抗疫的士 其實他們冒著的風險很高 他們不單是為了找自己的兩餐 為了找食物去做 他們都需要有一份無畏無懼的心 在前線那裏 他們可以說是前線的抗疫人員 為何你還可以說出一句 他們都是為了錢 就算他們是為錢 他們敢做 他們願意做 都是幫助解決我們疫情的其中一個情況 而這群人在網上打嘴炮 他們又敢不敢做 就好像我們做社區工作 我們每天都需要將一些確診人士的求助去處理 我們要送物資相給他們 然後總會有人去罵我們 我也想跟你說不適合你來做 我也曾經試過在Facebook上說一件事出來 有人在罵我 說你不組隊出來送東西上門給確診者 不組隊去幫忙做傳聞檢測 然後我回覆他們說這些我全部做了 每天送東西給確診者 接下來的傳聞檢測我亦都會主動幫忙 亦都已經組織了義工在來的傳聞檢測 會下區幫忙幫忙做不到事 行動不便 不會用電子制裁的居民 去處理他們傳聞檢測的事情 而我就質問他 那你會不會一齊出來做 我不介意 就算仇恨我也無所謂 你願意一齊出來做 我願意歡迎你 一起加入 一齊抗疫 但他又不願意 就天天上網罵你去做這些事 這些人的心態很奇怪 就像2019年的黃人 想不明白他的心態 但在此我也要衷心感謝 前線的900名的士大佬 你們的確正在幫助疫情 不用你們的行言行語 你們駕駛的士 賺錢 賺錢 很合理 這是你應得的錢 而你們有一夥心幫助香港 幫助確診者 這個絕對值得點讚 說完這件事 想說到最後一件事 最後一件事就是 我們的全民檢測 到底何時可以落成 早前林鄭大聲公布 說未來將會有全民檢測 但這個全民檢測突然變成一個全民 不知道去了哪裏 很多人在罵政府 為何不做 政府的解釋 有些人接受到 有些人接受不到 不知道大家接不接受到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最主要說現在還未是最佳的時機 去做全民檢測 因為現在做全民檢測 現在一來不夠房間給人住 二來還未是一個很正確的時機 就是疫情未向下走緩和的趨勢 所以政府決定推遲 但推遲到現在 還未有一個確實的日子 告訴大家到底何時去做全民檢測 何時會開始 接下來政府何時開始 我們真的不知道 但近日在網上有人流傳 說3月底至4月頭 其實會落實全民檢測 而我們政府不知為何 有人很空閒去玩Facebook 收信息 發現網上有人流傳這些信息 要出來澄清 澄清得很快 這次流傳不到半天 他又出來澄清 澄清表示 政府暫時未公佈這個計劃 而這些計劃是非常龐大 執行上不容有失 要仔細謀劃 確保有足夠配套和足夠人手 目前還在細化 如果有敲定 就會對外公佈 也會廣泛宣傳 他也譴責有市民 有人在網上發佈這些不實的訊息 企圖誤到市民 這次政府的做法 我就不如自評 到底他澄清成績這麼快 是不是對 好不好 我就不如自評 大家心裡有數 但接下來全民檢測 也願意盡量配合政府 雖然我明白 大家不喜歡 不喜歡林鄭做的事情 但是無奈 他必須要做到疫情完結為止 等我們團結一致 當疫情完結後 我們再想換特首這個話題 好嗎? 今天時間差不多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給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上尼賊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按右下角訂閱 開麥克林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做好 以上 wegen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